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13日,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击结果啊 刚才我上楼到那个院子里去收拾那些做树枝子装到那个袋子里面,一个手还送客了一下 每天是硕士禅神,是不是啊?如果是没有这些硕士都好啊,能够专心致志进行点研究 发表的观点啊,言归正算,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新消息啊,一个什么你看,这个普京啊,和习近平一样,特别霸道啊,打击政敌啊 俗话讲的时候呢,同房子院家,这个纳巴尔尼,大家都知道已经被普京暗杀了 暗杀还不放过,竟然继续整他的住室,纳巴尔尼的助理 呃,他在立陶宾,这个立陶宾小国啊,竟然遭到了锤疾 能够房有人拿打锤,给倒了头头,帮忙炸一下,才能够炸死 然后这个纳巴尔尼的助理呢,叫沃尔科夫 他在本周二,夜节在立陶宾,日陶宛,啊,维尔尼詩在那家门口 遭到有一个人拿着柚子,拿着肉锤啊,就是炸肉那个大锤子 还有翠绿瓦斯,袭击他 结果在医院躺了一个,一个星期 一个晚上 3月3、43回到家里 那个微小人给打死 他通过Telegram 这个社交平台 发了个视频 讲他的遭遇 他说这是普京干的 这叫什么呢 典型的黑帮事态后 这是今天发光条消息 给大家看看 随时就是这个 纳巴尔民出手 就这里 给大家看一看 搞政治啊 明显啊 看一看 这一三不能如二虎 就普京想自己永远统治 俄罗斯多好 多死的 新一边想永远在台上 新一边给李克强干掉 干掉 干掉也是 李克强的住手都倒霉了 跟着李克强混着 一小线揣下去 抓抓盼盼 这个李克强没下来之前 有一个助理叫杨金 这个呼和好罪 包头人 包头人 这个当时呢 这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帮助小建华 是吧 是不是 其实现在整个小建华 终于明白了 是为了整个杨金 杨金差点盼心碎老了 最后李克强护着 从纪委开会讨论的时候 没过半寿 高举青方 降成副部级了 现在还不错 我估计啊 习近平的早上看了 二十四小时看 一直到死 那么在俄罗斯也是一样 这个沃尔科夫在视频中表示 同志们 朋友们 不是朋友 不是同志们 朋友们 我回来了 非常感谢你们 他们用锤子 想把我锤成肉饼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家 外面的院子里 稀稀着我的腿上 锤着树下 看见没有 他就是这是普京啊 搞的彼得堡黑帮干 东西子都是这样 拿钱 花钱搞这东西 但是你搞这名堂 你一从露线的时候 对吧 有些人愿意当着葵子手 就立陶宛检察长 到现场去了 查看 警方要投入大量资源 来调查这个袭击事件 他坚称 这次袭击并不意味着 已经成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反对派人士 基地的欧盟和北约不安全 这意思 在北约待着 在欧洲还是安全 再怎么安全 你都靠你自己 对不对 你申请枪牌 袭击你拿手枪 就自备就完了 这就干掉了 很简单的事 你看这立陶宛国家 其他情报机构说呢 这次袭击是为了阻止 俄罗斯反对派 影响什么俄罗斯总统发行 因为呢 克里姆林共 当纳沃尔尼的团队 是得能够对俄罗斯内部 进程 施加真正影响 最危险的反对派力量 看内斗都一样 不论在哪个国家 这个政治人物自己有了权 不想下台就想整别人 习近平是整李克强的派系 所以这各国家都是一样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一山不农柔二伙 这个在这方面的报道 台湾也很厉害 台湾你看这一两天又出现内斗的事 很多 有时间和你们讲一讲 我们一定都看 那么今天还有一条消息 内斗现在延伸到了金融界 你看这一两天 中共官场开抓贪官 抓银行的最多 今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刚才又看到新消息 交通银行 无锡分行 原党委员 富行长 盛金才又一座 那是在李强子老潮 也发生了抓负败本子 咱们不知道这个人 到底和李强关于怎么样 如果和李强关于好 那就习近平 对李强也不放心 也开始捡群别了 谁知道了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更多的消息 一条消息是什么 讲到中国这个房地产要救负 企业不是吧 有个白名单 白名单是什么 就是上面下一个文件 让支持民营企业家 就银行接盘 银行是整个大袋子 把这些烂尾楼都收到自己手里 银行变成破烂市场了 就像上个世纪 那个 大林的利权大酒店 就喊老虎山旁边那个利权大酒店 就是啊 那个老板带着情福袍了 袍扔个烂摊子啊 他借着钱借中国银行 你还不上了怎么办 再转股 还不上的钱不是 再变成股份了 还不上了 大概有几个亿吧 变成中国银行股份的 红股的这个酒店 我去采访过那老板接待我 过来聊天就讲 咱们现在成立一个长城资产公司 成破烂市场了 我说怎么讲 他说咱呢 就是把别人带咱们钱 还不上了 全变成股份了 结果咱们又有工厂 有企业有商店 你去看看我 什么都有 你前面去看 我说我去给他看 我给你提供方便 拉上去看 全国各地都有啊 挺大个官那个人 他临死下来 接管的利权大酒店啊 原来老板逃到美国去了 不知道在美国 像洛杉矶 还在旧金圣比亚这里 摇水里面有钱人呢 现在很多早年跑出来 这些所谓的企业家 有一些就是大片子 就跟你讲 在当地带完款跑了 这种意思是大连开发区 你进去那个开发区 那么从那个叫港西 那个地方是吧 你只要开车进去 靠右边守着这个标准厂房 第一栋 有一个当年有个 王子杨容的老板 那脑袋光光的 超有钱 一身插羊毛衫 这个名牌啊 打金表带的 讲话文周周的 我采访了好几次 后来我去采访 人家说你多少时间没来了 我说我能有一个月没见呢 跑了 说王子杨跑了 王子杨容跑也找不着 也跑美国去了 说有些人就到美国去寻求梦想 有的是真的就是遭到政治破碍 有的是骗子 我见的多了 我老家 我跟你讲 这做记者 这20年啊 我和自己看了好多妇女 你还在黑龙江 商场 有好多人跑到 在那个旧街上开加油站 好几个 有的人实际上 他一讲到谁 我就知道 我假装不知道 你知道他都换名 他换名 他换不了 换不过我 我跟你讲 东北我太了解了 是吧 因为我走遍了 我前几年上洛杉矶见母母老板 其实也是偶然 我在这加油会认识的 扯一扯 你很想哪来 哪来 其实我就知道他随了 但是他还不属于那个主要的人物 他那个 头面人我没见 就属于小兄弟 我一看就属于那个经济案子 跑出来那么一会儿 大六七个 外国的挺好 老小加油站 挣不多少钱 真的 这加油站一般都是印度人在经营 你印度人正经营的 Tim Houghton 拉伯多是黑不出去的 印度人 英文讲的 实在是听不懂 说心里话 你不知道他这个发音怎么发的 但印度当年那个文学作品 你看泰戈尔的飞鸟鸡 是吧 那好些的 最有意思是安徽有个贪官 这个他有意思 是跟司法级局长被判刑了 在会场上 判十二年 有期徒刑十二年了 最后陈述 他竟然上了来一行 泰戈尔的事 那个诗是意思 我这个鸟从空中走过 但是我留下了足迹 在人生的 这个人生的 这个经历当中 留下了亮丽的足迹 我不知道那个诗 原文是什么 就是泰戈尔写的 因为泰戈尔是英文的 翻完中文 有不同的方法 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 看泰戈尔的飞鸟鸡 结果跟你们车语 就车了白名单 车了这来的 就讲什么接盘呢 接那些老板的 扔掉那烂尾的 我银行现在没办法了 多紧见手啊 虽然习近平下令 说除了这个 这个徐家印呢 不救了 其他都救 他没办法了 说碧桂圆万科 说万达得救啊 今天看到中央社 他们讲到中央公主啊 哎呦天别给我这个 我这不懂好好 他们说这是民国的 我这20多块钱 买出一个民国的这些好 这里其实放啥 放资房钱 是吧 别人不知道 他放这里放了 是吧 谁不想藏这里 是吧 开始放了 这中国政府推动呢 作案 融资白名单的措施啊 在中央社报道 讲到给予 不可条件的房子产项目 融资支持 这项措施 推出满两个月了 由房间企业坦言 申报了一百多个项目 进入白名单 今天申报 结果呢 一分钱没拿到 这根本就没钱 银行现在 我跟你讲 说中国政府 抢救房地产业 推出城市 房地产融资协调 其实其实是 确定两个月了 不过由房地产企业 直言 目前一分钱拿不到 第一财经报道 说一个 房企内部人士说 地方政府对于 物险房企等 所申报的项目不设限 不过走到金融机构流程啊 可以感受到 对于安全度的看重 倾向向国企或地方城投作案为优先 如果你是国企贷款 就愿意给你 因为你是国家企业 国家承担责任呢 就城投是地方企业 就地方那个投资 也是政府 没有什么呢 民营其实还没有给你 说给完你跑了怎么办 像我刚讲这个王农的大老板 我一点没想到他弄好了 他因为他接受采访过来 喝小酒谈挺好的 我俩挺投缘的 他就说 将军有下次来 咋俩再到海边 吴玉花大酒店再喝一次 我说好 我说出品挺好的 但我这一生最大的问题 心里坦然 我从来不去他们办大事 就小事 是吧 是吧 所以我愿意讲这些具体内容 我讲完肯定那个习近平的人 马脚去调查了 所以说你这么说 讲运健身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不过这酒量挺厉害的 所以一些二斤的不当事 还没有那么多 高兴喝三两无聊 就是愿意交朋友 就是跟你们开玩笑 是吧 所以这个 咱们 我做亏心事不怕鬼叫本 你不信问王府杰 保证王府杰给你讲 小家人人挺好 就是傻了吧 书生起太宗 不会来事 你会来事 早就升大官了 是吧 王府杰也不会来事 说了稀里话 王府杰那也是个老事人 他不老是怎么可能 才当市长去办事 他应该当社会书记 是吧 其实他适合他社会书记 那个人 应该讲人品还是挺好的 这篇文章讲到 这个名人 名人 名是坦然 这名人是坦然 坦然 不显房企 欲拿到陷阱不容易 必须比其他类型 房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什么意思 你就是烂尾楼 烂尾楼这些破房 你拿到这手里以后 中险太大 你首先拿完 因为重新借 他都没借完 半截工程 你借完卖给谁 你卖不出去啊 说心里话 这大环境完了 除非现在 说是粉碎四人帮了 现在不是四人帮 八人帮 习近平抓了 抓了抓了 又才九七六年 老百姓敲锣打鼓的 上街游行 又开始改革开放 哎 那差不多 你烂尾楼 一下蹦高盛持 哎呀 那可老百姓蹦高 问题是 现在只有西平抓你 你抓不了西平 是吧 西平全自己的弟兄 都是他的人 那么 这件文章告诉你们 就是房地产 白名单的问题 还取了大连的例子 他说 例如 梁宁省大连市第一波 房地产白名单 融子项目刺刑 发到了碧桂圆旗下的 新秽时代专 就碧桂圆在大连一个项目 叫新秽时代 就这个意思给了他 这笔贷款 主办银行是工商银行 就从工商银行 他讲 房地产研究机构 克尔瑞认为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正在加快落实 不过呢 房企融资整体能较为低于 65家典型房企 近二月份 融资总量是人民币 218.87 月减了47.2% 年减49.3% 创下21年以来 单月融资最近纪录 你给我带不到钱 所以他讲 什么白名单呢 就是一个大货 国家没有钱了 他说房地产专项 融资白名单措施 始于今年1月12号 也就是国务院 其实是理想稿 陆建部有个数据显示 28号位置 全国31个省份 一共276个这个城市 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基础房地产专案6000个 经过三选呢 拿到贷款的次就2000 省批通过贷款 就2000 2000也不少了 2000 我给你就是打水票了 我就跟你讲了 完了赖不出去 因为给谁 就习近平这个政策 保向俄罗斯 俄罗斯战在一起 和美国对峙 加上打起仗呢 战争一来雷呢 你这个房地的血水 人都跑到乡下去了 房子都愣了 你战争一来雷呢 就是高楼大萨 就是一片废墟啊 是吧 这肯定是不行 除非习近平下台 那习近平能下台 不可能下台啊 另一个经济问题 你看 中国地方债务溃烂 北京下令 这是另一篇文章 自由十二报道 英国金融十二报道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 已经溃烂到什么程度 北京在试图刺激经济的同质 也限制省基础设施的支出 就不要那个地方花钱 地方不都搞建设 中国建设搞腐败 你给他修路 修完路 他这个路就给他铁哥们 是吧 你和波喜来修那个 叫黄海大道 就大连道和装河的 那确实挺漂亮的 但是这些生意给谁 和于雪翔两 于雪翔是书记他的市长 他俩就争这个利益 他就想给这一段 整自己的铁哥们干 他就想给他那个整台铁哥们 都是呀 当官不都这样吗 你任何当官 背后都一大群企业家 像那个区域一样 区域的那个打肉 什么都等着 咬他坎 是吧 要别人跟你当官 泡在一起干嘛 吃喝玩 人养人 目的上 就从你的权利找到生意 对吧 没有人比一些企业家更聪明 企业家想的就是这个事 他就说北京那个 说为了 他说限制这个技术设施 就是为了希望能保住这个强奖单子物 这个目标 他说北京下令 十几个高负债地区限制技术设施支出 就不让你投资 而且中国要扭转庞塔市民的投资热潮 这里举这个例子讲到甘肃省 说甘肃省啊 格置了众多基础设施项目 大项目啊 这个下降了百分之六十 削减了百分之六十 比如说目前拥有世界 比最高一百座桥梁中一半的桥梁就在甘肃 而且贵州 贵州到处是桥 他说建大桥吃四餐五的 对不对啊 你你建桥才能有钱 有钱才有羡慕 有羡慕才拿回口 是吧 才能观善勾结 就这么回事 分析人士表示呢 紧缩政策可能会让实现本月通过两会 政治会议期间设定的一个目标 他城市加强对政府项目的监管和审批 秦子多达十二个地区 启动多种类型的新项 你看 怕新项目移不上嘛 有很多人就失业了 对不对 这不在这都连着了啊 说经济形势很恶劣 这里还举了什么 举了这个浙江广东的例子 说这两个地方抵消了十二个目标地区的投资削减 还有天津重庆 老工业基地 东北都是一样的啊 十二个省政府为厂还的债券 相当走GDP的50%以上 啊啊啊 经济已经崩盘了 你看 中国责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 总额低的低低GDP的百分之二 是切割撒谎 已经是个破产 不是破产的城市 破产的国家 在这里有涨 你看 这个项目就是我隔着在这里 干不下去了 你等下一步你要打起仗 只要打台湾的话 台湾肯定熊一熊二就飞你了 野海就打起来了 对吧 一打起来以后 战争升起了 你告诉我 你建这些楼 桥梁有啥用 人家飞机一飞 乍为醉区 裁员断裂 是不是 这一天我给你家 给我感觉搞不好就要到来 你去五年下战 你再看另一个 另一个经济上一塌糊涂的 就讲的万科 万科大家都知道 很有名 对不对 现在也出事 万科遭目的降级到垃圾级别 北京旗下令 你看 这是逆红 逆红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官僚 国务院有这个官员 下令要就这个什么 就是房企 中国住房和建设 城乡部部长逆红 针对房企的资金断裂困境声称 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 该破产破产 另一方面呢 针对深陷债务 违约风险的国企 万科 万科是国企 有消息说 中国公务院紧急要求 金融机构对万科进行融资指示 这样救着 救不了了 为什么救了 没钱 穆迪呢 是一个平级的一个部门 他给他降级垃圾局 垃圾局 分析人士说 万科快速倒下 引发危机重大 高层必须出手 缓解房地产引发的危机 他就讲到3月9号 逆红在人大会上讲的 要支持 同时也讲到该破产破产 有的时候他们自想矛盾 这边讲该破产破产 那边呢 还有救 你怎么办 这一看就是国务院内部也打起来 西民本身矛盾也自想矛盾 这里讲举了很多例子 现在中国上面一层一片混乱 他说在万科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的时候 执行者透露 由大陆国有银行对万科的45亿 港元的离二贷款 整批存在分歧 令万科区的融资受阻了 引起人民的关注 也就搞不好万科也在掉盘了 就像毕竟员和东大一样 你谁救不了了 救不了的原因就是国际大环境 我就跟你讲现在两场战 俄务战争霸易冲突 如果这个能止战 假如有一天这是普京川普上来 川普首先不是吹牛皮 24小时就能止战吗 他就不给乌克兰支持 乌克兰就要停战 对不对 如果停战了 那说不定经济心事能好 然后川普就跑到金山胖上去 拥抱金山胖 是吧 你上一场战金山胖哄得好 金山胖心想着我得当官 我家得吃好的和好 你看川普会哄的 是吧 平常还是这个体制 咱们不跌不干涉内政 还是你是说了算 金山胖一听 那个脸蛋冒光 就像那个红三杂是乐的 是吧他俩 但是有个条件 你要把那个 核设施给我销毁了 就金山胖也能骗他 故意给一个假的 做了个假的 是顺影朋友给假的 给他轰炸了 告诉川普 轰炸了 已经摧毁了 可惜川普没有连任 连任现在估计 肯定不会发生战争 这确实 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企业家 企业老板大家都知道 那只要能办成事 哈图座也行 是不是 我都见到这企业家 为了找那个市民书记 就副书记啊 我不认识一个人 所以黑龙江给小城市 我不讲了 一讲就是太具体了 那个副市长 这个请我吃饭 那天咱们俩人聊天 因为咱们 那倒不是我有啥本事 我会把这个版面也重要 还愿意宣传 咱们给他宣传 一去吧 他请我吃饭 我俩先聊天 聊了就来了 有个人给他打电话 是老板啊 找他一个上项 找他批 找不着他 就电话 跟他挺熟的家 他妈的找个半天 原来你这跟记者吃饭 那我过去行不行 他他就问我 那记者他要来行 我来没事 这好朋友交友朋友吧 什么就来了 因为我老家们说喜欢热浪 从从往往来了 来了以后可有意思了 我一点不骗你 一条腿蹲在地上 他先磕磕头上 林书记 我总是找到你了 暂停那卡头座椅 给你撑地的东西 说为什么 你只好给帮我接点困难 哎呦 给我乐了 那那书记马上扶起来 你干啥 你当记者面 什么意思说我欺负你 你可别这样讲 我对你协向是支持 你啥事 他讲啥大事啊 老板我跟你讲 都为了做了生意不容易啊 是吧 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啊 要多保护 呃 企业家 不管是民营私营企业 轻易别抓 你主要进行这种体制改革 怎么改革 官员公布财产啊 都有些制度性的限制 哎 小事稀罗糊涂就完了 喝那种吃的饭不叫腐败 我认为啊 一个多吃都喝 关键是什么 你给大事控制好了 是吧 一年浪费 嗯 所以我要讲什么 就是这个川普要上来 他有他的办法啊 我现在就是 作为评论员来讲 我有矛盾 我又想让这个拜登干 因为拜登他围堵中共 非常给力啊 又想叫川普 是因为川普上来 能给他哄好了 就止战也好 是吧 据说是 我上个节目讲完了以后 说丹东那一代的房价又上来了 是说丹东的网友传说 说江平说这个要生枝了 说这个确实如果是川普上来 辽东半岛啊 朝鲜半岛又和平了 丹东房价不又上来了吗 是不是啊 哎 你们上来以后 你们挣了钱 你也帮我一毛了 不是吧 是有些企业老板呢 是最愿意看我这些 不是吹牛 好多我跟他就是 哎 那时候想跟你见了老板 那老板也讲 他说我经常看你节目 我说你做生意 做房地产在这 做的不是太好 我说你做房地产 他这干嘛 浪费你时间 哎呀我就是看这个行情啊 我怎么看上 咱干这行都会政治的密切相关 我说你挺狡猾的 你一不出来发言 我呢 我去乱讲嘛 我得罪人 你注意 我得啥好处 他说要 要请我跟他一块去吃饭 我说那天不行 那改天吧 我这有的时候也有好多事 你想 这后院你想 这春天来了 你就那些破树枝的 这树什么的 是吧 还得一些 他的田土啊 还得种草 你说这个事老了 我跟你讲 我给你们讲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啊 你看上面下个令说是 银行给你买单 买不了了太多了啊 除非把环境发生变化了 由于人们就是说这个 经济形势不好 人们这么说前 生活艰难啊 社会矛盾就开始激烈了 再加上习近平 搞定了政策 就是司法这些 举此妄法 随便抓人 反对自己就抓了 激怒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现在这个 任何人之间的关系啊 出现了扭曲啊 应该是户外 结果互斗 连小孩也斗啊 刚才看到是初中生 被三名同学残杀 吹死了 河北 报恶性事件 这河北啊 这个 这也是韩南 这怎么都是他 是吧 这个 一个村庄 发生了恶性事故 三名初中学者 霸凌同学 将同学残杀 掩盖在塑造大盆里 你看 这个咱不多讲了 因为这个讲案 有违背 YouTube社区规则 还能收到警告啊 我要跟你们讲是吧 就社会这个 现在奉起为人啊 司法要好 司法要独立 你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啊 是不是啊 应该是小孩从小就让他们 互爱 不是像江雪寨 你看小孩那么小 就教他们穿着什么 新四军的军装 开始杀鬼子 我一看 你不好 你应该小的时候 就应该让他们 互相帮助 互相爱好 对不对 你看这里的那个 我在那个健身俱乐部啊 我游泳的时候 眼睛就倒着啥 我看就社会各种现象 我看那总裁那些年轻人啊 大家都在二十多岁 都是员工 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就同事了 哎 他们不知道讲啥吧 讲一讲两个就抱着一心 摟一摟 就男女全都这样 哎呀我就想他这国家太好了 这人和人自己怎么这么好 他不是情人 不是老是吧 他就年轻人 不知道讲啥 讲到一块就挺高兴的 这个抱我那边 抱我那边就充满着爱 在是你游泳的时候 你看你一抬头看 某一个人 有着目光像碰在一起 难免碰着 八人小孩男人女 都是灿烂的笑容 哎呀 这太甜蜜了 尤其那小布袋小孩在游泳的时候 他妈妈教带他来游泳 那老师教他 刚开始不敢下水啊 全都哆嗦 过一会儿游得像鸭子 把他一看了 我说 哎 人类赞美的好高兴的笑的灿烂啊 想起来这个国家是真了不起 就加拿大全世界这么讲 离天堂最最近的地方 世界没有天堂啊 所以我就特别的这个烦恼 我觉得如果要生在这个国家 你说我哪能像现在这么苦这一生 是我吃的事很多 但是你知道我吃多少苦啊 我都没想到我一天能能活在这个地方 还能整天讲一讲 是吧 你说过去在中国 哪天一上班就是学习啊 在大连日报那时候 天天开会 一打电话开会 完了这个一下班吧 就是这个家乌生是吧 一上班就是就是就是这个洗脑啊 然后党字幕书记叫余青字就找你谈话 余青字我最烦的余青字 就大连日报党众书记余书记 从来没有笑面 我在那干了四年多 快五年了啊 在走廊街上看着他 我那时候不懂事 要现在我能骗死他 就假装的捧不得了 在不懂的时候 现在我就低头走 他生气 我俩的关系处理不好 他就老想挑我毛病 也没挑什么毛病来 完了 等只有一天他露出灿烂的笑容 最有意思是我调走了 我在文汇报的时候 我当主不主任了 有一天我自己驾车 到那些有个地方办事 我在那停一会儿车 下车 一眼看他了 我从大车下 我开着奥迪一辈黑一辈子 他看我忽然间露出灿烂的笑容 他这个已经变成老头了 白瓦苍苍了 老边跑过来了 实际握我手 小尖啊 你现在可触兴了 也实际有 我也有 当然我也是有啊 但是我心想 你说你早点有多好 你在那个大力人包走牢 你要这样对面 我早生管了 整个不主任干 我就不 不掉离了 这余叔就退休了 实际有 也当年他的思想多错啊 他和那个工会主席是个女的 他俩拿一个剪子 就站在大力人包门前 八点半咱们上班啊 走进那个大楼啊 穿搭室那个地方 咱都站着进行的 例如说我刚毕业啊 毕业我们那些大学生都看那个日本的电影追捕 是不是 然后咱就学那些日本的电影那个 游子 咱就穿喇搭裤好看的时候 因为咱年轻腿长啊 挺臭长 进来以后 他就生气拿大剪子 他擦什么 一个是长头发 如果你的头发长 给你剪了 这一次你的喇搭裤瘦啊 他就拿剪子给你剪了 开玩笑 做的那种程度 被咱当着囚徒了 你说咱那大力人包 这是个党帽 天天有这个人 他长这个月 书鸣 完了后来大街上 对我好的 我当时想这个人 这个权力是个恶魔 虽有了钱 虽有欺负别人 没钱闹 再看我老家 叫什么 就小人得志了 小人得志 开打奥迪 我还是部主任 就文慧王 虽然在文慧王不算什么 咱是小半生出头 在毕竟的地方 说心里话 也是顺风顺雨 呼风唤雨 到他们上顺风顺雨 实际上要得手握 我当时想 这个人不能给他权力 权力大都欺负别人 没钱就老实了 还有那个 还有个人是 把这个市委 这个宣众部副部长姓董 这个人也是 有意思 也是我 这个 那是以后了 那个人更有意思 以前他也是 我经常到市委办公厅 这个宣众部去找 那个朋友 那个朋友叫王子强 是聊大哲学系的 就现在汪东明 他的同学 从外跟刘 和他关系最好 王子强 那个人很好 年轻 我俩算是好朋友 把学弟也就 我经常去找他聊天 在那走廊 经常看到 市委宣众部副部长 董志正 就董志正 董志正管什么 管宣传 他那个脸上 从来没有笑容 永远是街斗争脸 因为他审查这些记者 所有的报社都归他管 那时候咱多想 巴唧巴唧 根本不理咱 脸皮都不洗夹呀 在走廊经常看到 从来没有笑容董志正 思想想到主 你必须问他 我讲了个真事 我不怕得高 你问他 董志正典型 是个记者思潮 整天整这个 就是报社 这汽车的变静 整了一个 反正心情 咱们现在想不怨他 就国安党的这个制度 就是让他们监控 这个汽车 不让他们有自由思想 后来就是 也是我倒霉了 就是都已经 咱们回报不干了 这个是回家了 那时候住马篮子 坐那个一路汽车 摇摇晃晃 哎 突然间来人过来 过来也是 直接过我的手 一看 董事长 我的天 那么热情 我当时心想 哎呦我的天 你要是再能走廊 那时候对我热情 多好 早升官了 就他不是工了以后 他家可能也住在 他原先是辽司大 辽司大 可能是又回到辽司大 住了 可能也坐那车 和我那一起 我说你坐 我咋俩坐 并排坐在公共汽车上 真是触及谈心的 你说 你不是官就不拥了 是吧 所以我就想 这个人呢 前面变了党官 我讲 有了党性 就没有了人性 党的官 权力是恶魔 是谁 是你变成恶魔鬼 你比如说 假如习近平 上一次金村政变 人家 李克强如果战胜了 他回不去了 他流往海外 保留把电话给张 哎呀 给咋抱一抱 自媒体抱一抱 是吧 也一样 你看他以前 我听别人讲 他在福建厦门的时候 还有那个就是 宁革的时候 职业和记者打架 就叫人性宣承 一个最本来 是吧 你看他现在 下注抓很多人 记者 编辑 作家 他都抓 诗人也抓 是不是 权力这东西 都要 绝对的权力 导致绝对的腐败 和万法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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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